人生一串播放以后 老店搁不下了 换了这么大的一个位置 有些时刻特别怀旧 所以说老店的原貌基本上就是搬到这屋来 这边店刚开业的时候 一个老大哥70左右岁 当时在这吃串的时候 回一小时晚在我家吃串 吃的就是有点热泪盈眶的 当时我也挺感动的 我现在还不能退休 因为我舍不了这些顾客 有的时候太忙了 情况下我也得上班 来 走算 一个点 深夜时刻 嘴馋扛不住 想饿了吗 搜人生一串 马上解馋 再来 这一条好一点 好一点 在外面还行不住 是吧 那是他开始喜欢吃外面的那个楼边杀 原来这个楼边杀个单 二十四个小时 我只去了四个小时 那时候我就没做了 就逐渐休息了半年 这半年我要去打火锅 还是感觉自己喜欢做双合班 这个园呢 我们也有名字 也是老狗克嘛 那也是长沙 那个美食堂地区嘛 这个我们起了一个冬沙堡 我们刚才讲到十三年 十四年后 我们是慢慢地在这碗 走到现在 前天就一个河南的来河河游 他要把所有人生一串的吃完 看到顾客把自己做的东西吃完了 而且说很好吃 那种成就感是比什么都好 买得开腿 来了老弟 管不住嘴 痛快的人生来一串 许富兰克鲁泽痛快来袭 你可能吃过许多烧烤店 总有几家店 让你很留恋 他两岁都在吃烤肉 可能是口味和心意 可能是老板对脾气 真的要烦 也可能是某个细节打动了你 总之 这样的店让你安心 给你归属 无论走到哪里 你都想着回头再来 你还是要跟他一样 你敢得很悲惨 你还要去托 你怎么会 你还是要去与你 我还是要去 怎么会 你还是要去 你怎么会 你也要去 你还是要去 你还是要去 你什么事 你还是要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冬天除了宅着还能干什么 打兵爬岭 玩拍错码 反重力健身 这是中国的幽默之都铁岭给你的回答 哦对了 还有一项重要的休闲 一块五啊 鹿串 在午休间隙 烤鸡肚 涮豆皮 不吃不吃铁岭 躲在塑料棚吃烧烤是权宜之计 其实还有一个更为舒适的撸串场景 你可能想不到 感情深不深 上炕一口闷 在火炕上吃烧烤 幸福属于铁岭人 火炕让室内温度恒定在了盛夏 对于出汗猛烈的小青年 脱鞋上锅是有情考验 上炕露刺 有炕吗 夏天 这大姑娘夏天 老不良 但对于养生的铁岭中年 却是免费的腰部包剑 在亲密无间的炕上 弥漫着姿态多元的铁岭滩 这是上炕撸串的老板娘 有时也会跟老客人一起感受热浪 老板娘有点谦虚 上炕撸串 在家具厂楼下 大的像作迷宫 组合炕桌 过道雅坐 油水线是中央厨房 农家大炕 连排小炕 老板娘穿梭其中 迎来送往 跟丈夫交流 全靠对讲 你刚才有事按铃 那按铃 好了来个银 来来个银 九号一定都给你留着 鸡价为辣 我都拿 我家开业 今年四年半了 有的就不到随从老板 老板耿搁藏在后厨 每单一事两份 他要相互校对 抓串 烤串 走单 他要全面掌握 有很多不到我身老板 这都老板娘不到我老板 亲衣不出来 这是一个对食客 保持神秘的男人 老耿是个烤吃 不仅钻研精细化管理 还醉心于琢磨口味 挺原始的一个方 原始的东西 永远是最棒的 总有千奇百怪的发明 木瓜和洋葱 搅在一起 一看就要搞事情 涉及商业机密 老耿很耿直 有些东西不能公布 现在问我的粉 我就不能锁了 这个我们店腌制的肉 都是用木瓜所腌制 半小时 牛肉 羊肉 高羊肉 通过搅拌 把木瓜汁 均匀地淋入到肉里头 吃的时候口感会更加好 而研究是否得到好评 要看看炕上的吃串热情 他家吧 特别好吃 很多串吧 是天领别人的串店没有的 每回我自己吃吧 他也就这么处一块 我哥他都是城北的 他自己跑那儿的 一会儿还得找带药 家开车的 我们两个感觉不在于说 我陪你喝几杯油 而把这个客人拉拢 我们靠的是味道和服务 快五分钟 花大了一两分钟 一两分钟 与其根源硬成 不如跟串交流 韭菜 脆骨 豆皮 鸡头 鸡甲 生蚝 肥瘦 肉串 五花豆卷 俄式大串 老耿的菜单 就像一部东北烧烤名品大厂 哪里有新品 它一定跟进 来后厨 后厨 来俩服务员,来俩服务员,上菜,走菜,走菜。 如此多的烤品摆满一桌, 再配上具有理疗效果的大炕, 会让酒局变得如排局一样漫长。 刚交警呢,躺在牢叔叔了。 而这种惬意将会一直延续到铁岭的天亮。 在文化公园纽阳哥就完美继承了泥醉的酒神气质。 但此时的老狗却恪守着一个烤吃的自我修养。 穿串。 非常长,也非常磨叽一个工作。 穿串不一个人牵穿着, 我拿刀不这一曲花瓣吗? 他是把自己手给学扣了, 他拿这个手指都当后头肠了。 就是学懵了,你当时。 一旦进入穿串时间, 夫妻往往相互无言, 因为小心专注要一直在线。 那边没事,都一眼加这个名写了什么。 拖一节上炕, 我去小炕。 小火炕。 我俩这个重力就烫了。 剪柴生活是上炕撸串, 不同于其他烧烤店的额外工序。 楼上家具厂的废柴恰好能为客人们输送温暖。 对,楼上家具厂下的那废料啊, 木材啊, 供不上我这个扫, 我都得到外头去买。 这木头啊, 一年呢, 我得买那个日期千块钱, 对吧, 烧炕就买。 热力的充足供应, 使所有的大炕都能保持恒温。 这让腰肌老损的客人, 不断回头再来, 接受腰部条理。 不知从何时开始, 在东北大地上掀起了一股怀旧大缸新浪潮。 这就是东北和新鸣之火可以聊圆的。 这种能装六瓶啤酒的缸子, 只有在铁岭才最大程度的发挥了使用价值。 不喜欢你。 你搞理啊, 小独家, 这位大哥是不是喝到位了? 到底是什么隐秘力量, 催生了他反计的畅狂? 酸串, 这个特色。 直接走了, 还好, 还好, 吃了。 与各类此身相似, 生串一定要新鲜。 每天只进二十斤, 上好的牛外戟, 细细切片。 加加必点, 每一个客人都必点那一个串的。 透过肉, 能微微看到签子, 才算合格。 一口一个, 一口一个, 一口就没有了。 生串还要上火, 刷上油料, 短暂熏烤, 让炭香渗入到肉的机理。 在火上轻盈旋转, 同时撒上芝麻。 单手控制节奏, 很考验功力。 生串上桌, 先别急着送入口中。 挤点芥末, 倒上一盘醋, 蘸完再入口。 牛肉的软嫩, 油料的咸香, 和芥末的刺激互相咬喝, 你才能体会纯正的铁领力道。 每天晚上基本上得到辣椅, 整个冷汗。 嫩香, 到嘴里边油花, 好吃。 一会儿五到六个, 你看这没, 像, 真像。 这个串呢, 你没看到, 已经没有多少了, 因为它比较好吃, 我们吃了比较多。 剪倒啤酒, 配柴火大炕, 一冷一热之间, 气氛就像过年。 我那是118, 118。 深夜, 客人散去, 秉承着人店合一的精神, 老耿要每晚守护, 上炕入串的大厂子。 以店就为家了, 回不去, 天天就跟这个一住一睡。 以店为家的他, 时常觉得, 对儿子亏欠。 上炕入串, 正月不歇业。 返乡的铁令人, 都能来此体会, 老家的温暖。 去成都半年了, 回来就想是上炕入串, 就想那个, 豆皮烂门了。 这是一年一次的, 回头再来。 咱们秋生有种, 永远活在, 三十岁这个年龄啊。 我还有一碗, 我没说说啊, 我要去买个仨, 那个吧, 去挖个虎物, 钓点小鱼。 他说我不去, 你找别的老太医。 老耿的愿望比较飘, 但他一定能, 让飘泽泽的铁令人每次回家都能上炕。 这座城市昔日极度辉煌, 千年之后, 帝都的荣光, 早就化作了极为细碎的重重鱼韵。 遍布街巷的古玩地摊, 就是其中之一。 刘甘漫, 没事就来淘宝。 淘宝的东西, 你搞个打磨就算。 但长眼简陋, 他算不得高手。 做完生意, 没事干就是爱好, 这个越差越亮。 这个里的东西, 这肥脆肥辣, 这一万块钱买的, 像呆那儿呆那儿呆那儿。 古玩品鉴, 只是消遣。 在同样跟串相关的烧烤圈里, 他却是真正的头号玩家。 都知道我三不买, 刮风虾又不买, 肉不好不买, 鲜鲜不好不买。 穿过人头攒动的回房小吃街, 来到居民区小学习巷, 世界就在转身间, 进入了干瓣的炉边陈年。 长桌, 板凳, 干瓣的布置简约随性。 在烤肉高手云集的回民聚居区, 真正的烧烤行家, 手法苦素从来不变。 但想来吃肉, 得选好时间。 听话说晚上人比较多, 赶早过来吃, 人家说都是抢肉吃嘛, 所以餐厅别抢了, 带来小孩不方便。 这位胖哥的策略是极其明智的, 天还没黑, 第一批作息最有规律的时刻, 如约而至。 再烤点筋和腰子。 干瓣烤烤肉, 只烤牛肉, 有肥瘦肉, 肉筋, 腰子, 三个屏肚。 这份自信决定了, 你要二十串起点。 夜色渐浓, 更有探索精神的时刻, 从小吃街渗透到了回法腹地。 这里不能喝酒, 吃肉也变得格外专注。 它白天都没吃饭, 就等着晚上吃这个。 好不好吃? 我绝对它这么吃, 它天啊, 三小铅子靠肉。 这个名字是个, 应该也跟我起喊。 小的时候太熟了, 房商人都知道, 一见哈子一份干瓣都知道, 任何的管门没有人知道。 趁着人少, 干瓣抓紧时间, 享用自己的晚餐。 再过一会儿, 一波从不缺席的老客即将到来。 老客们都是回房里的老街坊。 这些从小培养的行家舌头, 是检验烤肉品质的金标准。 那大概有个六七岁的时候都在这儿吃烤肉。 为啥人们都来这儿露一斗, 来, 三十年会编。 今天什么好路以后它就卖, 它卖的高楼跳得很好。 比开高峰期, 老客们图的就是边吃边聊, 这是无需约定的每日聚会。 一杯茶, 靠几坨粥吃着, 一杯后聊一聊, 聊聊假, 聊聊这个边话。 最好。 岁月让干瓣变成了老顽童。 主客们总能从灵动的眼神里, 堵出老城的曾经少年。 就是这些年, 年龄, 少年龄了不行了, 马上就干不动了。 时间太长了, 干了几十年了。 别说干瓣不能不干, 就是渗透着炭火滋味的签子, 都不能替换。 每天每天每天, 天天都是, 这都用十几年了。 一大早, 旅游推荐点小吃街, 已经由人如知, 缺少灵魂的演出和实物, 陆续登台。 老字号和样子货一起, 等着爱凑热闹的人, 大水漫灌。 而此时的干瓣, 看似漫不经心, 实则洞察犀利。 他在掌控最关键的环节, 调肉。 不露声色的高手, 不需要势必攻心。 在烤肉繁盛的回房, 穿肉是个由专业人士操持的细分工种。 他们是专门穿肉的, 这都是他的孩子, 他们两个。 这都有一脚, 这是长话, 给我长话, 都可以下一脚吃。 精细化的手工合作, 支撑了干瓣的庞大需求, 还解放了他的游戏天性。 好糟。 面带一贯神秘的表情, 干瓣对今天的牛肉相对满意。 当然, 距离他的好肉标准, 还有差距。 前大牛脚巴在这里有点, 这是又这只捐养。 直接留下那个小。 这几年西安流行烤肉刷酱, 干瓣却只做传统手法, 这种不动于心的笃定, 是属于他自己的小傲娇。 很小的时候吃的那个烤肉的味道。 这是我的女子, 这是我的孙女, 她两岁都在那吃烤肉。 老卢住得比较远, 在干瓣烤肉吃了二十多年后, 已经由老石客荣升为 不拿工资的小伙计。 把一只咱来多。 先去哪里做, 你记得呀? 两个人。 你们再做一下, 你做的是豪华保险。 来走无数次, 甚至说我们的天天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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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卢是一家灯锯厂的厂长, 进水楼台, 给干瓣做了霓虹灯和拍饼。 我给他挂, 我给他刷鸡啊, 他就说那两年以后的鸡要是不行了, 我再给他刷刷。 真不想回家, 要下来吧, 就下个人来天安饭吃了朋友, 真不想回家。 为什么? 来得开心我, 来得开心, 肯定比家得开心。 来几串翻来覆去老三样, 便宜一便有的没的闲家肠。 大树底下倍感惬意, 西安城里摊儿小味儿香。 这里的街道穿行着急车骑士, 白天奔向的是高楼大厦的精致, 而夜晚的归宿却是热闹喧腾的夜市。 在节奏舒缓的台南, 已将领略到最热带风情的夜晚。 在顶尖名校成功大学附近, 有个名叫天蝎座烧烤的小汤, 烤制的是学生们喜欢的古早味道。 生在本地的老板不露山水, 来自大连的老板娘平易近人。 来了多少年了? 27年。 我跟你讲实在, 这边已经持了17届毕业生, 17年的毕业生。 它们的小摊子就是台南口味的代表。 烤鸡筋,烤牛排,烤鸡翅。 刷甜蜜酱料,用小火慢烤。 喷柠檬汁增加清新口感, 撒椒盐提升味觉刺激。 食材精细,荤素搭配。 两口子颇具敏台风格的料理手段, 总能让夜归的学生望眼欲穿。 也汇聚了许多,即便工作了, 也还赖着不走的老客人。 好久不见了。 从大学生到学生。 都是老自然的, 我是学生。 新年了。 新年有了。 很多年了。 而他们的成功, 也启发了一名为学费发愁的成大学生。 对啊,刚才看到有蛮多的学生都来了。 反而我们看到他以前自己当学生的感觉那种样子。 对啊。 那后来想说, 自己也蛮喜欢吃的, 看着看着都很喜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自己就去试试看。 刚才也是开在学校附近这样, 他想说一般没有赚学费。 人家大省都可以的, 我们年轻人应该也可以吧。 就这一顶冲进然后去试试看这样子。 商科研究生小菜来自屏东农村, 为了赚取学费也干起了烧烤。 经历了大厨跑路, 惨淡经营, 终于还清了贷款, 还考上了博士。 但跟烧烤有了感情, 竟然放弃了学位。 可是一贯斯文的小菜, 的确不像个烧烤店老板。 在要开店之前, 有时候会惊吓, 进来看看书这样子。 我是近期这一两年才开始, 有再稍微跟客人互动一点。 因为早期也比较木耐, 也不知道跟客人互动的时候, 就会傻笑而已。 也不敢拿酒去进他们。 好多年的顾客也不知道我是老板。 对的。 就连吆喝生意, 也略显尴尬笨拙。 但他的街角店面, 府城烧烤家, 却总能聊到本地老客, 来此体会烧情。 诀窍全在于, 跟随台南夜生活的步调。 关键就是一个慢字。 如果你喜欢吃到好吃的操控, 你必须要有耐心。 我们一个螃蟹要烤二三十分钟, 我们一个肉要烤二三十分钟, 我们一个鸡腿要烤三十分钟。 愿意等待美食的人, 其实还是很多。 他会觉得我来, 我可以慢慢吃, 你慢慢出, 我也不赶时间。 在等待的时间里, 大可以发酵心事, 或者观赏美景。 这是符合烧烤定位的宵夜情趣。 台南是美食制度, 东西叫做。 因为这些东西讲实在的, 都是要曼工出细活。 滑水以来, 等待是很值得的。 慢功夫, 能烤制出细腻的口味。 得益于小菜热爱钻研的闷骚气质。 他总能敏锐地发现, 大众食品和烧烤碰撞出的小趣味。 秘制炭烤油条, 就是让人惊艳的特色混搭。 这种有炭香味的, 是第一次吃的。 完全有一个记忆点。 油条要好吃一定要像我们一样, 就使用当天现炸的油条。 它会特别的香, 然后特别的酥。 这里是台南最大的蔬菜生鲜市场, 水仙宫。 除了售卖各种食材, 卤味寿司, 街头美食也在用香气诱惑经锅的人。 而小菜的鼻子却直奔主题。 海鲜要闻, 鸡佛要闻。 就连油条是否当天炸制也要烤闻。 要是在气氛不友好的地方, 早就被人赶走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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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谢谢啊。 也许正是因为小菜呆萌的学究气质, 让宽容谦和的本地老商户对它关爱有加。 老板, 谢谢啊。 给你几根葱呢? 好好送葱, 这么好。 送给你的。 新鲜的油条要搭配上好的酱料。 而小菜制作酱料的过程, 则是全台南最风骚的一波操作。 先倒入大量饮用米酒奠定风味。 这种不计成本的奢侈大大提升了酱料的品质。 带到汤汁浓郁, 还要再撒一把柴鱼片增鲜。 其后依次加入白糖、蚝油, 以及让酱料浓稠的关键调料, 麦芽糖。 整个过程需要化学家的专注。 四酱汁是一个整个烧烤的很重要的灵魂。 好的, 酱汁其实要花时间了, 就是要慢慢熬, 所以动作其实都会变半这样子。 就像你这里在客户自己的小孩子, 要慢慢的熬,慢慢的熬。 油条上火烤制, 也点燃了小菜的学术热情。 他对烤油条的实践方法论, 如数家珍。 就是火不能太大, 因为如果火太大的话, 就会去烧焦。 然后火如果太小的话, 油又逼不出来。 所以烤这种其实要用木炭, 然后慢慢的熬去把它的油脂离出来。 然后烤到今晚吃醉的时候, 就就可以刷上火。 同时有烫火的香气, 又有油脚的香气。 这样的听觉感受, 是一种酥麻的炉内高潮。 强烈刺激着客人的食欲。 来,六桌。 七桌。 谢谢。 好。 蜜汁酱料, 让油条更加甜香。 火候拿捏, 使口感蓬松酥脆。 招待老外, 小菜绝对拿得出手。 我觉得它有炭烤的味道。 然后再搭配它这样子, 我觉得比较协调。 吃起来酥脆。 对, 然后又不会油腻。 非常好吃。 要是招待本地老客, 那么小菜的另一道原创, 烤鸡佛, 则是让人产生联想的下酒佳品。 用中小火去慢慢烤, 因为如果这个一大火的话, 它整个就会爆浆。 它其实富含那个蛋白质, 所以它吃起来的时候, 它的口感比较绵密, 有点像豆腐。 然后最后只撒上一点油巴, 就可以把它本身的馅甜味提出来这样子。 最大限度地烤出鸡佛的本味, 才能让讲究新鲜的本地老客吃得舒心。 它这个其实烤过淡淡的, 对对对, 然后它不能烤焦, 然后会有一个鸡佛的香气, 原始的味道反而会更入味。 烤鸡佛没有人做过了, 至少我们在外边吃烧烤的时候, 这个好像是第一间了。 对, 听说对男生有帮助吧。 但是鸡佛就是真的好吃了。 男生吃完, 好不好。 谢谢。 以行不行的民间调侃, 看来两岸相通, 而放松被工作压迫的身心, 也是四海皆准。 跟好朋友不会去, 这个很大的啦。 是先下班之后, 没有压力放松找个地方, 然后小桌两杯。 考这个? 都只能靠你,考这个? 对啊,每个人都会考啊。 对啊, 已经变得很强了, 不会再被失误欺负。 银行里面的主管这样子, 所以它是原本金融业的, 然后是后来, 然后我们是在陈达, 你们一起念书念旧书, 然后认识, 算同班同学。 从事金融业的同班同学, 也会来此忘掉业绩。 放弃家人眼中的体面, 同学深知小蔡要背负的重担。 对啊, 其实还蛮惊讶的, 因为我们认念的是财经系。 老一辈的人, 其实都希望子女可以, 比如说, 比较稳定的工作啊, 父母的期待都是这样。 但小蔡却还是被快乐包裹, 因为周围的小商户, 经常跟她聚会小酌。 这是一个让小蔡快速进步, 并融入的餐饮同业朋友圈。 大家通常白天, 四农工厂大家都很忙。 对啊, 开车的开车, 洗碗的洗碗, 看病的看病的, 煮面的煮面, 做冰的做冰。 泡奶粉的泡奶粉的泡奶粉, 泡奶粉的泡奶粉, 大家都四农工厂大家都很忙。 然后忙完了之后, 大家晚上我们就请老板, 都很喜欢来这边小酌一下, 做一下, 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的生活。 这是台湾靠着手指的舞。 大哥, 拜托你, 不要再开了, 好吗? 兄弟请, 把人家是小酌一起, 我们是小酌挑起, 大酌我们是养生。 成长的标志, 就是肚子见大, 久力见长。 而小蔡用来回敬这些小老板的, 则是原汁原味的炭烤螃蟹。 谢谢, 我们都会先把它冰银。 如果它是没有冰银, 你直接去烤的话, 它会乱动, 所以它就会断手断脚, 麦香就会很臭。 不刷酱料, 不撒调料, 被冰银过的螃蟹, 直接用炭火制烤。 外壳通体红润, 是烤好的标志。 上桌前还要用菜刀敲击, 方便大家踢肉缩骨, 很是细腻。 无论吃了多少次, 每次吃烤螃蟹, 诱人的卖相总会让大家发出, 第一次吃螃蟹式的赞叹。 50年ese食 aqu Laut fam 熟副碎100 designs 前几次来, 我都没有知道, 为什么? 因为一上来就一人哪一只, 一人哪一个就不见了。 完全是满满的蟹, 老客们经常光顾, 喝的沉醉, 吃的开心, 是对小菜的努力, 最快为的精神奖赛。 екст selling 它是人生啊 精華都在裡面了 排鮮的鮮甜的味道 都鎖在裡面 現在沒空講話 因為太好吃了 你如果不好吃 其實台南人很客氣 不會跟你講 老闆會丟臉 所以就不講 他不講 他下次只是不來而已 人越來越少 你的店就收了 所以能夠開下去的店 都是很厲害的 溫婉含蓄的主客關係 大浪逃殺 留下了台南的老味兒 而回頭再來 則是對一家店 最大的認可與致敬 從社會定義的成功 走向自我實現的成功 小蔡要感謝的 正是啟發他 追尋夢想的地方 天蠍座燒烤 三年沒有回去了 我們要去看一看 大年的風景啊 大年的新年貌啊 所以現在 可能大年變化很大吧 我去我帶你去看一看 好不好 十個多年 重回學生時代的夜宵攤 發福的小菜 卻還是被老闆娘認出來了 她是我的老死童 我開了十七點 開了十七點 一日她有十年 有十年 有十年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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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看也瘦 越吃越發貨了 真的嗎 對呀 沒辦法 最近還比較瘦了 最近瘦了六七公斤 你現在還有口福嗎 而對於小菜來說 成為像天蠍座一樣的老字號 要比減肥更重要 在武漢北部黃皮區 有一家燒烤夫妻大 吉他配煙火 歌聲也入味兒 看到你所委屈我會相信 看我這邊 只怕我自己會愛上你 不敢讓自己考得太近 怕我沒什麼能有給你 愛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氣 胡啦胡啦 唱出表白的心聲 考出眷履的滋味 這是神仙都會羨慕的一對 而他們考制的 也是讓人欲罷不能的 香西風味 牛油西式呢 牛油二十串 再烤 把它好 牛肉烤好了 擦牛油 烤牛油 香西燒烤的代表 將公牛的胸肩肉 烤出垂涎欲滴的油脂 入口帶有一絲奶香 是來這家夫妻店 吃燒烤的首選 像我哥我姐全部都做的燒烤私家 我不喜歡做燒烤 一直喜歡唱歌嘛 在酒吧待了十幾年住唱 小王前酒吧住唱歌手 在家人的影響下 帶著老婆小玲 趕起了燒烤 那個唱歌只是青春飯 你覺得還是做了正義的事情 你覺得他們叫我做燒烤來的 主打牛油和牛肉還有那個魚 要麻要辣 能吃重口味的到我家吃的話 那就相當的好 手藝在實踐中精進 本地的重口偏好 老客的點單習慣 小王已經純熟掌握 就像是肥皂純粉 要重一點 OK OK 我的味道就是跟它接觸之後 把我的味道全部代變了 我沒有麻的沒有辣的 我吃不進了 他連我家飯都不想吃了 我連我家做的飯我都不想吃了 當然來這兒吃燒烤 還有一個目的 你等多久 你今天帶朋友過來的 換一個人靠那 都是在聽你唱歌的我姐 老闆什麼時候來唱歌的老闆 馬上來考完這點 馬上給你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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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啊 拿個哪個 夜深時有沒有人 為你點上一盞燈 在你入夢後 就是這首歌 總能點燃客人們的八卦熱情 當時怎樣的一首歌 把你迷戀了 就糟了 那個時候滿流行 那個曲婉婷的 就是叫什麼 我的歌是你 對對對 我的歌是你 你的歌是你 我覺得 我就唱歌的時候 有一天我這個女孩子 滿漂亮的 滿漂亮的 找她去言語一下去 我永遠記得那一晚上 我沒答應 我也沒說打算去結婚 或者什麼什麼 泡到泡泡咱們算了 死別來年 小玲遠想著兩人一把 三月桃花 結果卻上了燒烤的賊船 一開始也沒想到她能那麼吃苦 一開始也沒想到她能那麼吃苦 你坐上三三 那任何人我都不是 坐 坐 今天三兩邊 你不要我們三一邊 面對醉酒客人的戀戰纏綿 曲龍人散的一地狼藉 小兩口即便抱怨 也只能硬著頭皮 看著這一堆爛攤子 我迷迷外外 全是垃圾 看著是醉裂的時候 都不想動了 都是在眼睛睜不開的情況下 都是在肌肉 兩人分工明確 小王處理食材 小玲收拾打掃 湘西小串 醃製費工夫 穿串好心神 掃除完畢的小玲 看到小王睡眼朦朧 也就暫時打破了分工 一起吃苦也很幸福 因為有了歌聲的夜深人靜 太深情 老家帶來自己剁的那個剁椒 放得擺成提鮮的 這是小王家傳的蒜蓉辣椒 熬製時滿街飄香 這是湖南的辣椒粉 顏色蠻好看的 放入來自棘手的辣椒粉 給蒜蓉的香味 增片了湘西的重口 而跟辣醬絕配的 是適合組隊來吃的招牌烤魚 將魚烤至外皮金黃 刷油撒料 最後馬上蔥印 出爐時刷上白天熬製的辣醬 滋味很受女士們歡迎 應該是小媳婦的 鐵蓋粉絲 千萬不要說是他們男的 鐵蓋粉絲 這樣吧牛肉 一個至少一個牛肉 瞎抱一個人在那裡 你還拿單子 這麼多東西知道個屁眼知道 可我們知道 小玲為什麼氣吾吾的 叫你來拿東西拿單子拿單子 這她四十歲 我們都四十八歲 小豆花 我一杯 自己一杯 我幹嘛 他們是來吃烤魚的 還是另有所圖呢 一圈四四川白就來了 牛油當然也值得一試 這個是他的特色 特色 黃瓶沒有的 就他一家 但好像又沒那麼簡單 人家好 歌唱得更好 那你千萬別聽啊 你聽到我唱歌 待會兒你老公也揍我 原來他們的目的都不太純粹 想藉著吃燒烤 聽小王唱歌 快點來熟了 小玲的憤怒召喚 小王可不能不管 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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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豆烤了嗎 沒有 沒有 來 準備 後來 我總算學會了 如何去愛的是你 照月區 消失在人海 你是家人也來 小孩也來 老公也來 但是跟閨蜜的狀態 肯定是最好的 這個就 就像在家裡面 吃的小串 喝的小酒 有什麼有點小不開心的 滿放鬆的 說一下 然後覺得不開心的 小王來給我唱一首 他就來了 吃起來 吃起來 乾 乾 估計現在 小玲的內心獨敗是 看你們喝醉了 就不跟你們計較了 吃著燒烤 聽著現場 人生難得幾回醉 城市很小 心事很大 回首過往 笑中淚 這兩天交班 這兩天沒交班 還好 下個月可能忙一下 兩天沒看見你 這位從氣質到撸串方式 都與共不同的大哥 是小兩口的常客 眼裡飽涵人世滄桑 一杯紅酒 蕩氣回城 我老婆還是沒接過來 因為我每次到這裡來 我就是打包回去 有天晚上她說 她自己這樣 她強烈地要求一下 她說 她說你就在我這裡喝她 她每次來 我感覺到很孤獨一樣 朋友之間是這樣的 就是說 我見那個女人 也許是一見如故 他只能在這裡 喝點小酒 聽一下小曲 可能會開心那麼一點點 每天我沒看到 開心過 走路好就是悶悶不樂的那種 搞屁 是的 店裡空氣凝固 大哥心事重重 小王怎能忍心 讓他一人獨卓 你在進去 你還在這裡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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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吃的鹹的 我們吃的蛋的 你說你愛了不該愛的人 你的心充滿是傷痕 你說你犯了不該犯了錯 心中滿是悔恨 你說你長期了生活的苦 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你說你感到萬物去散 甚至開始懷疑人生 早知道傷心總是難免的你 真的要少 真的要少 不少 真的不要少 以為你真是 真的累了 真的累了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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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聽 河北的時候特別有感覺 眼睛一直盯著我 誰誰都不看就看到我 你還要不要臉呢 我記得 現在可能是 挺多了 太久了 如今兩口子正張握著 開個新店 看著他們一起忙碌的幸福 我們知道 當老客們回頭再來 味道依然 歌聲尤哉 小蔡終於鼓起勇氣 回屏東老家看望父母 二老很尊重他的事業選擇 甘棒的女兒雖然有自己的事業 但週末也會來店裡幫忙 覺得虧欠兒子的老耿 專門跟他泡了一次澡 坦誠相見 好好撈撈 一首老歌 一種老味 一位老朋友 讓我們找到了昔日那個自己 好 幸見而去 回頭再來 道一聲前路珍重 等一次久別重逢 夏天過半 人生一串也即將結束 要感謝這些和我們一起 完成這個節目的燒烤朋友 你們帶來了煙火撩人的經驗一串 也講述了五味雜陳的平凡人生 下面這六位 沒能跟觀眾見面的朋友 請收下我們最誠摯的歉意 這位是泉州的雷老虎 喜大哥 喜大哥 他們來就是看到就是什麼 一德湖人雷老虎 他就這樣子 後來就洗了什麼車 他把湖南的鹹辣重口 帶到了口味清淡的泉州 味特別大 他能考慮泉州人的口味 很多都開車到這兒來 人緣好也很重要 都善其身經濟乾 喝去幸福民不休 人就這樣子的 你要花開一點 你把辣味他去靈啊 你去追 手裡有活 肚裡有貨 雷老虎是燒烤攤上 底蘊深厚的大師 這是西安北郊的軍糧燒烤 這位退伍老兵 對燒烤的每一環節 都有自己的嚴苛規定 這刀開的 油味 現在用這個氣泡 現在115秒左右 在我心裡邊 良心感恩 一個左一個右 永遠陪著我 老闆 老闆 最好吃的肥味 二十七年的生活魔力 老兵不改 性情噴色 人的城牆嚇死去 這是徐州的剪子骨燒烤 在燒烤摊上長大的王莎 如今頂替了媽媽 聽多了金普鐵路上的火車聲聲 見慣了蘇北徐州的城市變遷 生活裡的酸甜苦鹹和烤爐上的油膩辛辣 它都能用一張落膜包容化解 這位是長沙的羽子哥 他從附近手裡接過了整個牛肉串的老牌子 當家烤品彪悍牛肉大串 在湘西小串流行的長沙 是太平街上的一股清流 這位是岳陽的胖哥 動彈胖哥燒烤 這個化工感十足的名字 正是巴凌石化工人們的深夜食堂 我們這個店應該是從八九年到現在吧 有二十七八年的歷史吧 我只有四歲我們家就做這個生意嘛 打這個攤 然後我六歲以後就開始在家裡穿這個串 然後我們很小就圍著這個攤鑽 一手肉筋一手牛油 再來份獨家大個尖角 這是南方燒烤中鎮 送給你的極樂滋味 這位是武漢代季燒烤的女掌門 吳大姐 就是今天要去 就是他那個我們那個不成的火 這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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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他 他包著去拿著都是他 人的話就是 就是在那個市場上走了一趟 就是要做去一點名字 在馬場路菜市場門口的院子裡 熱鬧的燒烤大戲天天上演 而排隊是必須的進餐程序 豬肉串 烤雞腳 烤幹子 再來一碗紅遍了武漢的蟹腳面 也許能稍稍品出 吳大姐到底是怎樣一位紅塵棋女子 最後要提的這位我們沒有正式拍攝 2017年1月16日晚上 我們到達了葫蘆島星城 走進了這家名叫龍女燒烤的小店 見到了老兵龍哥 這是人生一串考察的第一站 我們的尋串之旅從此上路 最後要感謝你們 與我們隔屏相望的每一位觀眾朋友 彈幕滾動我們心靈相通 是你們的支持讓一個小小念頭 成長為夏日深夜裡網絡連接的燒烤狂歡 狂歡之後咱們又要說再見了 招待不周 大家多多擔擔 緣分聚散 他日回頭再來 下一個春分後哭語 是受了七年一樣的甜蜜 我們會放下這酒杯 跟春分後哭語 是受了七年一樣的甜蜜 下一個春分後哭語 是受了七年一樣的甜蜜 我們會放下這酒杯 和唱五七年一樣的甜蜜 不去的一樣散乎 不去的依然伤悲 不去的依然伤悲